介绍一下冀州偶来九路段的主要地点 首先,一,Paksu Gijon和月罗峰 如同中文的柱状节理或崖越海岸道路的海岸峭壁 Paksu Gijon是有着绝美风景的地方 意为泉水的Paksu和意为峭壁的Gijon结合在一起 是可以用瓢咬着喝的清澈泉水涌出的峭壁的意思 是冀州偶来九路段的起点 偶来路延伸至Paksu Gijon上面的路 但是想要将Paksu Gijon的峭壁尽收眼底 要在大平浦口附近看 而不是Paksu Gijon上面 从浦口下面的鹅卵石海岸湾去 可观赏到像屏风一样延伸的Paksu Gijon的绝景 垂直坠落的峭壁高度约为100米 附近有可以同时观赏Paksu Gijon和大海的咖啡店 悠闲地坐享夕阳西下时的Paksu Gijon也很好 来 现在沿着偶来路走向松树茂盛的山路 可以将有少女灯塔的幽静的大平浦口尽收眼底 Paksu Gijon上面平原地区 还可以看到耕种旱田的景象 若不赶时间 请享受欣赏美景的悠闲 九路段的难易度为上的理由是 月罗峰这个山岳 以难以攀登而著称的月罗峰的北侧是甘山里 西侧是河顺二里 东南侧是大平二里 如此 从行政区域上是跨越三个里的山岳 月罗峰名称的由来 有着山岳的形状与升起的月亮相似的说法 也有意味着果实种类 Tare的说法等 所以称之为月罗峰 Tare月等 此处高度为201米 大海一侧由80米的峭壁形成 月罗峰探访路约1750米左右 大约需要一小时30分钟左右 接下来 二 阵地洞窟 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 日本帝国主义在月罗峰和松岳山一带 构筑的防御阵地 阵地痛哭 是日本军为了防御联合国军的攻击 将冀州岛用于坚守日本本土的前哨基地的地方 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的1945年 日本帝国主义 把冀州当作他们坚守本土的最后堡垒 将庞大数量的日本军 金兵强将驻扎在冀州 他们建设各种海岸基地和机场 作战执行所需道路等 进行各种军事设施建设 并且要求冀州岛民支援粮食 当时日本军在月罗峰和松岳山一带 构筑防御阵地 在松岳山、沙溪里、河顺港、月罗峰的海边 为了构筑应对联合国军攻击的基地 建设了炮台及碉堡、地堡等 松岳山海岸峭壁上有15个人工洞窟 这些宽度3到4米 长度20多米的洞窟 如同城山日出风周边的人工洞窟一样 也是藏匿鱼雷艇 防御联合国军攻击的地方 是在韩半岛罕见的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军事遗址 从洞窟望向大海 隐约可见兄弟岛 屹立在大海中间的兄弟岛时 距离山帆山和沙溪里南侧 约1.5公里的无人岛 随着观望的位置 形状各有不同 因此给人们带来观赏的乐趣 感谢观看